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 人类是否能够创造出一个人造太阳 这听起来像科幻小说中的情节 但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 它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我们要讨论的关键技术是和融合 简单来说和融合是将两个 或多个原子核结合成一个新的原子核的过程 太阳就是通过这种和融合反应释放出光和热的 这也是太阳作为一颗45.7亿年历史的恒星 能持续供给地球能量的原因 如果人类能够实现和融合技术 那么我们将拥有一个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的能源源泉和融合主要依赖 海水中的青铜位素刀和川作为燃料 这种过程能释放出极大的能量 每次和融合反应能产生3.15百万焦耳的能量 而且它几乎不会排放二氧化碳 只会产生少量低级别的核费量 理论上极小的燃料量就能 为一栋房子供电数百年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分析 和融合这一被誉为能源圣杯的技术 以及人类实现 这一梦想所需克服的难题 抬头望向星空 宇宙中的无数恒星点亮了夜空 而太阳作为一颗完美的恒星 它释放的光与热 足以维持地球的生命几十亿年 太阳的巨大质量和强大的重力 使其内部的粒子得以被压缩 从而引发和融合反应 太阳核心的温度高达4000万摄氏度 每秒钟有6亿吨氢 通过和融合反应释放出能量 这一过程被视为物理学中最神秘的现象之一 那么是否有可能让人类也实现核融合 打造出人造太阳的核融合被视为 未来捷径能源的关键技术 为了揭开其背后的科学原理 我们采访了原子能委员会的专家 在核融合实验室里 墙壁厚达40厘米的水泥墙 核5厘米的千门 是为了防止高能粒子泄漏 实验的核心是一台小型的核融合反应壶 首先需要抽真空 然后向其中注入所需的实验气体 接着通过电容库放电 产生电流和磁场 将等离子体聚焦在指定区域 从而引发核融合反应 核融合的研究 其实于20世纪60年代 传统的核能发电依赖核分裂反应 将大原子通过中子 撞击分裂成小原子 释放能量 但这一过程 会产生高浓度的放射性核废料 其半衰期长达数百万年 至今没有有效解决方案 而核融合则通过将两个小原子 通常是轻的同位速刀核穿 结合成一个大原子 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虽然这一过程具有挑战性 因为两个带生电的原子 会相互排斥 但通过模拟太阳内部的 高温高压环境 核融合是可行的 核融合的能量效率 远高于化学反应 是化学反应的数百万倍 如果通过核融合 产生一亿瓦的电力 活力发电厂 每年需要消耗270万吨煤 而核裂变只需要1000公斤的油 相比之下 核融合只需250公斤的燃料 即可提供相同的电量 而这些燃料 可以从海水中提取 这将大幅减少碳排放 对减缓气候变化 具有重大意义 因此 几十年来 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投入 核融合研究 然而核融合技术仍然面临许多技术障碍 尤其是在能量输出方面 科学家常常用一句话形容 核融合技术的进展 想要实现 永远还要等30年 尽管如此 2022年 终于迎来了突破性进展 首次成功实现了净能量增益 即输出的能量超过了输入的能量 不过 尽管取得了突破 科学家表示 要达到商业化发电的目标 还需要解决许多问题 实验中的能量输入与输出比率 虽然有所提高 但要实现实用化 至少需要输出10倍以上的能量 同时 能源转换过程中的损耗 也是一个难题 如何提高效率 并保持和融合反应的持续性 仍是技术难关 尽管困难重重 科学家们从未放弃 和融合的梦想 距离世界越来越近 一旦和融合成功 人类将迎来一个能源新时代 而台湾也有可能在这一领域脱颖而出 台湾的小型和融合实验系统 已经在2021年实现 净能量增益超过100%的目标 并且可以连续运作超过8小时 台湾的这些成就 使其有望成为全球第一个实现 和融合技术商业化的国家之一 美国加州的国家级实验室 拥有全球最大的激光系统 美国国家蝶火设施 创造了和融合的新纪录 这个设施面积达到三个足球场的大小 内设两座激光舱 能够发出多达192数激光脉冲 这些激光脉冲通过放大气加速 以极高的能量速度 瞬间完成和融合反应 每次脉冲仅需一纳秒 也就是十亿分之一秒 就能模拟太阳内部 超过一亿度的高温和极高的压力 产生1000倍的压力 使燃料球发生爆炸 完成和融合 这项技术的奠基人之一是 被称为氢弹支部的爱德华 泰勒 他在1945年 万哈顿计划成功研发原子弹后 便开始探索基于核能的研究 最终推动了这一实验的成功 加州实验室的实验中 输入了2500万胶耳的能量 产生了3150万胶耳的能量 尽管实现了1.5倍的净能量增益 但为了生成激光脉冲 前后能量消耗 仍高达3200万胶耳 几乎相当于打平 因此 专家认为 未来和融合技术的目标是 输出10倍以上的能量 才能够实现电力的商业化 尤其考虑到能量转换过程中的耗能问题 此外 科学家也面临着许多技术挑战 如保持和融合反应的持续性 以及如何优化机械设计 以便高效 稳定地实现和融合 预计2030至2035年间 全球范围内 会有多家新创公司力图解决 这些问题并实现能源生产 台湾在这一领域的表现 也不容忽视 与美国的超大型和融合设施不同 台湾选择开发 小型桌面型和融合系统 优势在于成本较低 且研发速度快 早在2021年 台湾便成功实现了 超过100%的净容量增益 并且可以连续运作超过8小时 该装置的体积 仅相当于一台电脑主机 甚至可以在办公室或家庭中使用 相比之下 大型和融合摩影堆 需要更高的投资 和更复杂的设施 台湾的桌面型和融合装置 通过电流激发氢的同位素 生成等离子体 并实现和融合 以传统的刀和穿反应 更能减少辐射和废料 该设备采用类似闪电原理 产生高压 从而实现和融合 预计这项技术将在2027年 开始进入商业化阶段 未来 这些小型和融合系统 有望提供持续 稳定的捷径能源 替代传统的火力发电和核电厂 尤其是 在应对可再生能源 间歇性问题方面 具有巨大的潜力 目前 台湾的小型系统的净能量增益 已达到1.2到1.5倍 未来计划将增益率提升至3到5倍 能够为电动汽车充电 或为工厂提供电力 而大规模的核融合设施 通常需要至少50兆瓦的输出功率 才能成为电力公司使用的发电机组 台湾的核融合技术 如果成功商业化 将不仅能提供浮碳排放的能源 还将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 市场潜力巨大 然而 台湾面临的挑战 使人才短缺和融合领域 涉及多个学科 如电子学 工程学 和超导体技术等 目前 台湾在这些领域的人才相对较少 尽管如此 台湾的科研机构和学术界 正在逐步加强相关的合作与培训 以加速和融合技术的开发 总的来说 和融合技术的前景广阔 一旦实现 全球将进入一个能源新时代 台湾在这一领域的积极布局 有望在全球和融合技术商业化方面 占据重要位置 在未来的两年计划中 台湾将开始进行 托克马克和融合模拟设计的规划 并希望在第三到第四年 建造一个小型托克马克反应壶 这一小型反应壶的建设 将有助于台湾再和融合领域的技术发展 并为未来培养更多专业人才 虽然与不计上数千亿台币的 超道磁铁装置相比 台湾的预算远远不足 最高每年为4500万台币 但这仍是台湾和融合研究的重大进步 为了吸引更多学生参与和融合技术的研究 台湾的高等教育机构 计划在美索大学 设立10至15台小型和融合实验机台 让学生可以亲身参与实验 学习和探索和融合技术 然而吸引学生的关键 不仅在于科研设施 更在于提供明确的就业前景 台湾面临着人才短缺问题 因此 除了教育之外 企业也在积极开发小型实验机台 以加速和融合技术的突破 此外 台湾在太空领域的成就 同样引人注目 2023年7月14日 台湾自主研发的第一颗气象卫星裂缝者 成功发运至法属归亚纳 预计在9月升空 如果发射成功 这颗卫星将每日提供近7万笔数据 推动台湾成为全球气象数据的重要输出国 吴宗宪 台湾太空中心主任 是这一成就的核心人物之一 作为台湾最著名的火箭阿贝 他长期致力于推动台湾太空科技的发展 带领台湾逐步进入太空时代 吴宗宪的故事是充满梦想与坚持的传奇 他从贫困家庭走出来 经过多年的努力成功带领台湾 开发出第一支混合式卫星载具火箭 尽管面临诸多困难 包括资金短缺和技术挑战 但他始终坚持不懈 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太空梦想 吴宗宪不仅是台湾太空发展的象征 他的经历也激励了更多年轻人 投身科学技术领域 追逐更大的梦想 通过这些努力 台湾正在为未来的能源 科技以及太空探索领域 打下坚实的基础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 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怀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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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dam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启会 准备chas 逢队 Mann 询队 鸟 鸟 烟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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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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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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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